三年前在博豪,习近平向世界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,给世界吃下了一颗定心丸。 五年多以前,在深圳,习近平提出改革不停顿,开放不止步,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征程。 那是十八大后,习近平首次离京市场。 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,而且的话呢,要有新开拓,要上新水平。 习近平把开放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,推动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。 五年多来,中国扩大开放的举措,密集出台。 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。 对外贸易,对外投资,外汇储备,稳居世界潜力。 世界也在中国对外开放中受益。 一带一路建设将用大家共同商量,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将用大家共同分享。 在国际场合,习近平不断让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先年态度。 我们对外开放,不会停止,更不会走回头路。 面对不利于世界开放交流的逆全球化思潮,习近平发出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强音。 不能一遇风浪就退回到港关中去,搞保护主义,如同把自己关入黑屋子。 针对外界对中国开放的疑虑,习近平坦诚回应。 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,而是欢迎各方共同参议。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歌牌拥抱世界,习近平的话语带给世界更多信心。 在新的起点上,我们将坚定不移,扩大对开放,实现更挂护力动力。 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,只会越开越大。